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时宜 刚刚去市场,花了50元,买了一条草鱼回来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草鱼的懒人做法 不油炸,不水煮,用料简单,味十足 吃起来入味下饭,营养又好吃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草鱼用流动水冲洗干净 尤其是鱼肚子里面的一层黑膜 一定要清洗干净 这一层黑膜是鱼腥味的主要来源 看看,像这样就已经清洗得非常干净了 清洗干净后,放菜板上 然后,用剪汁把鱼鳍剪掉 鱼尾也剪掉 跟着,在鱼头和鱼尾处各划上一刀 来看看,鱼头这里有一个小白点 这个就是鱼心线 拉住这个小白点 一边拍打,一边拉 把鱼心线取出来 像这样,鱼心线就轻松地被取出来了 另一面也用同样的方法隔取出来 接下来 接下来,从鱼尾处把鱼肉片下来 另一面也用同样的方法片下来 像这样,鱼肉和鱼骨就分离出来了 然后,把大骨切成小块 切好,装入盘中留着炖汤喝 再把鱼肉切成小块 切好后,装入盘中 跟着,准处准备一块生姜切成片 再切成条 切好后,放入鱼肉中 放两个葱结 加一勺料酒 像这样,把葱姜捏一捏 捏出葱姜汁 再把它们充分地抓拌均匀 多抓拌一会儿 葱姜去腥增香的效果非常好 用葱姜来腌制一下 可以更好的去除鱼腥味 然后,放在一旁,腌制15分钟 接下来,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把它搅散备用 跟着,准备一块豆腐 把它切成两半 再切成片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姜和蒜 先切成片 再切成姜蒜末 再切成姜蒜末 切好后,装入碗中 加一块卤豆腐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一勺红油 一勺红油 适量胡椒粉 最后,加一勺盐 再把它们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先放一旁备用 十五分钟后 将腌制好的鱼 将腌制好的鱼 剥开调料不要 放入大碗中 把鸡蛋液倒进去 搅拌均匀 使每一块鱼肉 都裹上一层鸡蛋液 再加两勺玉米淀粉 继续搅拌均匀 继续搅拌均匀 使每一块鱼肉 都均匀地裹上一层淀粉 接下来 锅中倒入少许油 把油烧热 油热后 把豆腐一块一块地放进去 把它煎至一面金黄 给它翻一个面 把它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 盛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再利用煎豆腐的油 把鱼肉一块一块地放进去 鱼皮朝下 煎至一面金黄 给它翻一个面 观众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把它煎至表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 夹出来 放入碗中 跟着 把调好的料汁倒进去 戴上一次性手套 把每一块鱼肉 都涂抹均匀 过程中要小心一点 不要把鱼肉弄碎了 涂抹均匀后 盖上保鲜膜 放一旁 腌制20分钟左右 使鱼肉更好的入味 接下来 把豆腐铺平整备用 20分钟后 鱼肉已经腌制的差不多了 把保鲜膜撕开 然后 把它一块一块地 摆入豆腐的盘中 再把腌鱼的料汁也倒上去 然后锅中加入多一些的清水 把鱼肉放上去 盖上盖子 开大火烧开 烧开后蒸20分钟左右 接着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后 装入碗中备用 时间到 鱼肉就已经蒸熟了 打开盖子看看 哇 好香啊 一股浓浓的鱼肉香味扑鼻而来 真的是太香了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再撒上切好的葱花 增香点缀 就这样 一道非常美味的家常鱼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营养 吃起来外皮酥脆 里面鲜嫩不柴 非常的入味 豆腐也吸足了鱼肉的香味 变得特别入味好吃 这样做的鱼肉用料简单 味道足 好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